請你跟我這樣做 如果你兩個腳都有香港腳的時候 常常一隻手會有香港手或是會指甲 你越去抓癢是不是 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身體的反應 也有一部分是被感染的 像現在這幾年流行血蠍 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血蠍很好啊 我女兒穿了血蠍 去北海道一個禮拜回來 就得了香港腳 然後你知道嗎 因為它整天就悶著 然後整天那個血蠍都沒脫下來 結果我衣那個香腸腳珠珠 衣了半年 衣到後來我開始懷疑 我是不是皮膚可以濕 我有沒有看錯 所以穿血蠍或是說 穿那種悶住的鞋子 你在車上旅遊到一半的時候 上車不要管別人說 就把他脫下來 比較實在 比較實在 所以如果你要穿血蠍出國 你也要帶兩雙 然後晚上要在Hotel裡面吹風 把他弄乾燥 把他弄乾燥 他保暖其實也容易把他水氣悶住 那現在還是蠻臭的 天氣冷最愛穿那個長筒靴 而且小粉要包得很緊 我跟你講 才好看啊 你如果有勇氣 今天回去有把雅蘭 櫃子拿來吻 真的 我自己都不敢吻 我看我一個會離婚 真的很恐怖 我發現靴子那種短靴都很臭 血蠍或雨靴 現在還流行很漂亮的雨靴 對 所以 他都很不透氣 所以我醫美不做的話 皮膚科還是生意很好 如果這樣穿下去的話 對 還有這個甲鉤岩的部分 這什麼意思 對 這個甲鉤岩跟人家那個 蛋嘎 蛋一樣是不是 這個就是蛋嘎 就蛋嘎嘛 這個蛋嘎 那蛋嘎的時候 如果你本身是有 這個甲鉤岩的時候 它蛋嘎的情形 會變得更嚴重 對 那所以 我們整個 如果說腳有感染啊 腳多汗啊 或是腳臭啊 這幾個原因 其實都有可能造成 腳部的一個很嚴重的味道 對 嚴重的疾病 不能輕忽啊 但是它那個經過水洗 再有清潔劑下去 消不掉 那個沒辦法 那個要曬太陽 然後要高熱 如果你光是用洗的 其實黴菌它最喜歡水了 它不見得會死掉 對 好嗎 我想要問醫師說 就是你腳臭是不是跟體質有關係 因為比如說過敏的體質 然後還有跟我們吃東西是不是有關係 你會問到這麼明確是你個人這樣困擾 我真的很有困擾 所以我要問他問 所以我想說是不是比如說 吃的辣啊 或是過鹹什麼 是不是都跟臭有關係 對不對 有人這樣講過 還是體質造成的 因為我們飲食會改變掉我們的體質 我們看中醫怎麼來看流汗這件事 如果汗過多的話 中醫講說流汗是 就想像成你的人體是一個水壺 下面有火在燒那個水 水蒸氣出來就是你在流汗 所以火越大那你的汗就越多 所以多汗的原因大概可以分成兩個 分虛實來講的話 實證大概就像剛剛講的 辛辣油炸吃太多 香料吃太多的人 熬夜不睡覺 抽煙喝酒的 它有一個特徵會大汗淋裡 流出來是一些熱汗 而且它會很容易口渴 這種人的人最容易發生臭味 你接近他身體 就覺得他整個很杭杭那種感覺 有點一個火爐在那邊 另外的話虛症比較 最近比較常見大概虛症 對 我們講氣虛會致汗 自己就白天會流汗 感冒後期最會這樣 而且很多比較胖的人 他很容易就一直在流汗 對 為什麼這個味道好重 氣虛 對 比較常見他會少氣染 你不太喜歡講話 講話有氣無力的 看起來就很疲倦的樣子 另外一種是陰虛倒汗 倒汗 所以陰虛就比較接近那種 晚上不睡覺的 那是荷爾蒙失調才會倒汗 但女性荷爾蒙降低了 到荷爾蒙起過後 女性荷爾蒙降低 相對來講他比較容易流汗 倒汗的特徵就是說 你到晚上中午過後 或者晚上惹陰藥 就比較容易流汗 像這個倒汗不是只有女生會 男生也會 男生會 因為我看過像我岳父 以前他就曾經會倒汗 有一陣子 對 他也是要去喝一些中藥材 這樣喝喝把它調回來 對 補嬰的話就可以防止這個倒汗 另外冷汗就太虛了 陽虛以後會四肢冰冷 但這種人又會 會流汗 真的耶 但是以臨床上來講 這種人比較容易產生一些 腳臭手臭 會有臭味的問題 而且如果虛症的話 像有些人手腳不是都會有一些小水泡嗎 汗泡疹 對 虛症的人大概就汗泡疹而已 但實症的人他會演變成小燕疹 汗泡疹 它不是免疫系統失調才會有汗泡疹 以中醫來看大概皮比較虛啦 水分代謝不掉的 尤其喝了啤酒過後 隔天吃甜的吃太多 手一些水泡又長出來 腳也會長 有些人會以為是香港腳 因為他也會癢 但又沒有一些發炎的症狀 就水泡扣掉脫皮這樣而已 但實症的人比較容易就有一些發炎的症狀 比較像香港腳 所以飲食上還是要注意啦 辛辣油炸不要吃太多 就算流汗也比較不會臭 了解 而且還可以有一個止汗茶 介紹給我們 對 打下去 就算說你不知道你是食症還虛症 都適合嗎 對 那它有幾個藥材比較重要的 浮小麥它本身就有止汗的作用 為什麼叫浮小麥 小麥有的丟到水裡面會沉下去嘛 它其實它會浮上來的這一些 比較空殼那些東西 那不是可以嗎 就感覺比較發育不良的小麥 對 麻黃更連止汗的作用 那像烏莓它比較酸嘛 它有收色的作用 可以讓毛孔比較收縮一點 然後申黃喜它生用可以止汗 對 有汗能及無汗能發 所以它效應還不錯 另外無味脂跟烏莓一樣 都比較酸的 所以它有止汗的作用 收斂的作用 對 它這些東西買回來 烏莓把它去止以後把它打碎 對 然後放到水裡面去煮 大概用177的水 煮一大鍋來可以當水喝 那其實它會想沒什麼味道耶 淡淡的 有問題要喝嗎 有沒有人不可以喝的 懷孕可以喝嗎 其實這個還好啦 因為一般比較偏補的東西 尤其有一些收色的東西 所以孕婦我是覺得還不錯 都還可以喝 但是如果汗不多的人 我只有腳會流汗我可以喝嗎 真的 我都不會流汗呢 如果局部的話 還是用局部的藥材就好 用外用的東西 所以就喝這個 可以喝 但是我覺得也不用用藥水 量不要太多啦 對 這個可能是給全身流汗的人 對 全身流汗 對 全身流汗 偏方很多啦 齊希有沒有聽過什麼偏方 我是聽過用那個白醋 就是每天回家之後 用白醋泡腳15分鐘 這樣很笑嗎 那個醋味飄在家裡 味道比腳痛還沒 很像 而且味道怎麼散 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跟你講 我以前在長庚醫院的時候 碰過一個案例 那個是一個小朋友 然後腳是脫皮 媽媽就以為她得香狼腳 就開始給她泡白醋 泡了沒有多久的時候 就來給我看了 我看的時候 一隻腳的腳皮整個掉下來 真的 太刺激了 很可怕 什麼邏輯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醋如果濃度 你沒有調好 或是說它太酸 我也不知道它要加什麼 其實它等於是跟做 逐步換膚一樣 那還有 不是 那如果它換膚 會不會那皮掉下來 它增生好之後 它腳就好啦 不是啊 那你要先知道 小孩子的這個脫皮 不見得是香港腳啊 小孩子有時候 有一點點異味性皮膚炎的體質 它也會脫皮啊 比較敏感的體質也會 那接下來 你整個腳皮都掉下來的時候 你就製造一個很大面積的傷口 細菌很容易 很危險 反而那幾天都要給它吃抗生素 因為怕它感染 但是我聽說這個泡醋 有人說譬如說 香港腳你去沙灘走一走 或者說你去泡個白醋 對 沙菌 沙菌的腳皮膚 如果在駁油路上面很燙 有沒有知道 沒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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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 沒有 如果這樣真的有效 今天世界上 就不會有香港腳藥膏存在 那個沒有用 那效果鐵定是不是很好 因為你這個黴菌 它有的溫度 其實可以耐很高 那你真的在沙灘上走 走到40度 你的腳就燙得要膩了 你恐怕也走不下去了吧 來 靜雲媽 因為你知道學生時代 一定都是腳會有點味道 因為要整天穿球鞋 所以那時候有聽說 就交換冷熱水去泡腳 也可以去除它的味道 真的喔 這樣對嗎 光冷熱 黴菌你不會試 它想要促進它的循環咧 會不會 促進循環你就用熱水就好了 所以就不用 會不會是比照泡三溫暖的邏輯 就是說我讓毛細孔的收縮 一直流光 那是不可能的啦 倒是如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其實是可以去皮膚科 去做一種那個 可以讓那個汗線 它稍微收縮 稍微止汗 其實我也有那個困擾 我只要那個靴子 我不懂耶 因為我都會刷我的球鞋 然後還去曬乾 可是還是臭 永遠就是臭的要 你現在終於講出來 你現在終於承認了 怎麼辦 你是真的可以做 後來我對我那一招 我聽人家聊那個什麼 什麼 真的啦 真的啦